亲爱的家伙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圈哥 今天宁哥真得饶了宁粉丝要求 就是为大家伙分享一道姜葱炒蟹 这蟹蟹在我们当地卖的非常便宜 让圈哥今天去码头了 我想一件这些蟹蟹是20块钱的 不论蟹大小做法都是相同的 咱们先把蟹的改刀 先把蟹的尾琴去掉 把蟹盖取下来 把蟹的腮去掉 蟹这两边的腮是不可以食用的 把蟹的两根大钱两根大爪先去下来 把蟹囊还有蟹嘴去掉不要 再把螃蟹腿用刀齐一下 中间分开 因为圈哥买的蟹不大 一个蟹分成两块就行了 如果你买的大蟹 从这中间再切一刀 把一只蟹分成四半 把大蟹爪用刀轻轻的拍一下 把它的组织拍裂 这样它蟹味更容易挥发出来 咱们食用的时候更方便 把蟹壳的两边去掉 麻雀虽小五丈俱全 看见了吗 这蟹壳里边也都是有魂的 比较肥厌的蟹 旁边都改刀之后 先放到壳里边备用 酱中炒蟹的料头非常简单 不复杂 生姜去皮之后切成厚片 好 先放到盆里边 小葱准备几个切成段 好 剩下的葱叶咱们留着蘸酱吃 葱白跟葱叶 要分开放 准备两瓣大蒜 用刀先拍碎 然后剁上蒜末 跟葱白姜片放在一起 为了大家能更好的学会这道菜 咱们呢 兑一个六根 六九加入30克 海鲜酱油加入10克 蚝油加入8克提味增鲜 咱们放这酱油和蚝油啊 主要目的是为了 蒸鲜提味的 炒熟之后不能看中有酱油事啊 清水加入一勺 鸡精加入一勺3克提味增鲜 胡椒粉1克去腥增鲜 精盐放3克调底味 白糖加入2克提鲜中和味道 然后把调味料搅至融化 搅至融合 然后把锅充分的溜透 少留一点底油 然后再准备点玉米淀粉 咱们把这蟹制肉 看见了吗 漏肉的地方 稍微的蘸一点玉米淀粉 这样咱们蟹制肉它不散 然后放上锅里边 如果在酒店制作的朋友们就省事了啊 直接用昆油去炸 但是在家里边用昆油炸比较浪费油啊 咱们少油更健康 采用煎制的方法操作 螃蟹全部下锅里 咱们呢 时不时的变换变换大勺位置啊 让螃蟹受热均匀 然后晃动晃动大勺 现在螃蟹已经保持中火 煎制了能有一分多钟了 咱们把螃蟹翻过来 再煎制另一面 螃蟹翻过来之后 下面又煎制一分多钟了 哎 这种菜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倒出备用 锅里边少留一点底油 哎 把螃蟹爪也放锅里边 螃蟹爪不用拍门啊 煎熟就行 把蟹爪煎炒一分多钟就行 然后倒出备用 这蟹肉放在一起啊 另起锅少放一点食用油 哎 把咱们切好的姜片先放锅里边 蒜姜下锅保持中火炒至40秒左右 哎 把生姜炒透了 把它的辣气挥发掉 然后咱们放入小葱段 还有蒜末 哎 把料头先炒香 蒜末和葱段下锅炒至20秒 哎 把大蒜的蒜香味和小葱的葱香味 挥发出来了 咱们下入蟹子 哎 简单翻炒一下 让锅里边的食用油包裹在蟹子上边 好 然后把蟹子进里面铺散啊 咱们对好的酱汁 用勺子搁了搁了 因为它的调出料碗容易沉淀啊 好 铺到锅里边 然后咱们把 哎 蟹子盖 放几个的啊 不用都放里边 点缀一下就行 是那个意思啊 好 然后调成中火 盖上锅盖 焖煮两分钟 两分钟时间到了啊 咱们打开锅盖 哎呀 这时候咱把炉火要稍微调大一点啊 刷过来 哎 让蟹盖里边的肉也入点味 看见了吗 咱这道菜也不用勾芡这啊 咱们把这个小双叶放在锅里边 炒出葱香味 淋出锅之前咱们再放点食用油增加香味和亮度 好 装盘 装盘之后咱们把蟹子盖围在盘着一圈 家庭版本的姜葱炒蟹子做完了啊 初课先尝尝味道 看这蟹肉啊 非常饱满 别看蟹子不大 肉质特别的肥美 咱们做姜葱炒蟹子还有哪点好处呢 如果你蟹子清蒸的情况下就吃着一种鲜味 按照川哥姜葱炒一下呢 不仅有鲜味 而且呢 香味更浓 二十块钱一大盘还想吃啥 爱朋友们呢 给川哥留亚的那位粉丝啊 让川哥做姜葱炒蟹子就成的 今天川哥安排了啊 希望今天这期视频能帮到你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菜 爱能对大家伙有所帮助 希望家长给川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赞 在这里边先感谢家长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